大家好,我是希杰,Fanny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是礼拜天下午的三点钟 平常我们礼拜天的下午都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 但是今天呢 我一个朋友投资的一套房子的店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约好了周克下午三点钟过来给他重新检查一遍 为什么叫重新检查呢 我们在前天晚上的时候 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到房子这边看了一下 从新的电箱到没有电的两个插座跟卧室的灯这个地方检查以后呢 我们发现了新的电箱的电线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两个插座跟卧室灯的线呢是老线 那么就是老的电箱的问题 所以你看看啊 很多的房子在升级的过程中换所有的电线 换所有的水管跟下水管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换到位 那么现在我们碰到了两个插座跟卧室的灯完全没有电的情况下面 我们要重新找出来 以前这个老的电箱 预留了老的线跟新的电箱没有做好 也就是老的线跟新的线接拨的地方 有可能是一个插座短路把这个接拨的地方烧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呢 给这个周科呢好好看一下 也希望以后有很多的朋友 你在家里的房子在upgrade的时候呢 不管是水管也好 那个电线也好 下水管道也好 要换就全部换了 不然的话你看看我上面几个视频 也就是很多的客人查到的 有的是换新了 有的是没有换新 买了房子以后 住到房子里面去 那么出现了新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来检测这个线路 怎么样把它修好 Let's go 所以房子升级的时候 针对所有的电线呢 雨火把它换成全线的电线 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好 很多的时候你那个电线还是老线呢 特别是七八十年之前的房子就更加了 因为像这些老房子怎么办呢 这些电线怎么办呢 重新拉线 重新拉线 要把整个房子 要把那个电线 重新换新的电线 重新把那个窄户打开 重新换新电线 这样才行 它现在只是 这个篇谱是up 以前是50安的 up 归100安的 OK 它从50升到100安 这个电力很大 可以把里面那个电线烧快 哦 有老电箱在这边 涩 有老电箱在哪里 在哪里 那我与办 那么多年 在哪里 有老大 有老大 你对什么样子呢 本地创新诊子吗 找到蟹吗 那个袋子是吗 那个螺旋皮就可以了 边起是吗 这个灯 这就是旧线跟新线接拨的地方 这就是旧线和新线接拨的地方 这就是旧线接拨的地方 这就是旧线接拨的地方 我们正在连接的地方 然后我们正在连接拨的地方 这上面线都没问题 这要盖起来吗 你要盖 这是一个线都没问题 这是那个电表过来的 这是一个线,然后三个线 再次检测别的插座 所以我们要装这个GFC2 装GFCI这个插座有什么好处呢 防漏电 防漏电 就是保护一些 就是规定的 按水那个地方一定要干 所以就是一个地方有问题了 它就自动就跳杂了 对啊 起子 现在都方便了 安装起来还是快 所以有亮点就好了 对 有点点 第二个总算找出来了 所以师傅就说像一般查这些线路的话 总要先从外面的电板电箱 总电箱总开关一路查过去 看到那个线有没有松掉 因为它没电的地方是烂掉了 是快转路了 快转路 所以这样的话总是会找到有一个地方的 是吧 像你刚刚建议就是在 就是厕所啊渠房都转过GFCI 它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你说一下 GFCI可以保护那个 保护短路 跟那个复合太大 它就会跳 跟那个漏掉就会跳 就保护这个电线 马上马上就会跳出来了 不会像刚才那样上面会烧掉 所以如果说它会短路了以后 那GFCI就是它有两个地方可以按是吧 只要按上去就行了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电箱的跳杂是吧 对 好的 我们也差不多花了40分钟 你全部搞好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对 所以我们要学到很多东西 大家学到了吗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你在我的留言去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对 好 好